三花大会 旨在弘扬正道之威 我们小师妹 打小就六十残缺 说的好听点呢 就是没心没肺 说的难听点 就是肺无一个 怎么办 这掉下去 肯定纯肉饼了 司凤的资质 创案千年难见 我主义 与司凤 为黎德宫首途 司凤 原来你住这个房间啊 你觉得 现在这样聊天合适 我呢 你面具怎么不见了 我刚才 看见你面具上 流了很多血 就于着急 把面具给摘了 你摘它 玄机 我满脑子都是司凤 这叫做动心 玄机 我喜欢你 别所有人 所有事留心 我想过了 司凤你要的都可以 你要的真心 我也可以 情人咒面具一旦戴上 只要情伤三次 就会血脉倒流而亡 但只要你爱的人 能全心全意对你 就可以摘下面具 解除情人咒 很痛吧 痛 司凤 我今日摘了你的面具 是不是做了一件 对的事情 当然 黎泽泽宫的弟子 一生不得对女子动心 黎泽宫弟子的面具 绝不可在外摘下 更是遗失 面具是我摘的 是司凤的命重要 还是那个面具比较重要 弟子生平 从未知晓朋友是何物 如今才明白 什么叫做深情厚义 面具摘下来不是笑脸吗 他怎么在哭啊 清语没有消失 我体内的情人咒 也并没有解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是想要玄机众心灯吗 这怎么会这样 玄机你心中的人 不是我们司凤 没有什么比满星期许 被人亲手掐灭更痛快 也没有什么惩罚 比这情人咒发作 更让人痛不欲生 你诱他生思念 罔顾是非 你接近玄机 到底有何目的 玄机他是人 可你却不让他 有人敢有的感受 这么做不值得的 我做事情 没有值不值得 只有情不情愿 我究竟有何错 战神犯上天庭 押去猪仙台 毁其仙根 灭其元神 准备黎泽宫全都是妖 余思凤也是妖 解释 你只要跟我说 你不是我就行 对不起 玄机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人继续杀人了 余思凤 我后悔认识你 我后悔认识你 当下打药饼 我宁愿 我曾跟你有过一丝的千伴 我要杀了你 快把忘情丹扶下 早日斩断青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